老师记得一分钟要好好讲喔 我尽量 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作品 我是齐庆玲 大家知道我的背景其实是财经顾问 那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工作 那艺术是我非常热爱的 那大家一定会很奇怪 一个严谨的工作一个这样的背景下 可是我的创作是非常天马行空 而且你说它浪漫有浪漫 你说它虚幻有虚幻 你说它梦幻有梦幻 对那我会觉得说 在疫情这么紧张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不要那么的刻板 那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抒压的 所以我觉得我这些的画作 其实是有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 所以呢请看我的作品 因为看我的人会比较觉得难掉 因为我就是那么严谨的人 而且我们看到 是天马行空的 我们现在看到后面 是不是深深不息 是不是很美的画 那么多样的 是天马行空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这个 电脑和这些